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登上红白歌会为热门影视作品制作主题曲 近些年的《米金玄师》可以说从神秘 越来越频繁地走进了大众的眼前 本期节目我们就来梳理一下八爷的成名过去 《米金玄师》出身于四岛国的得导师 从小就是个好庆的孩子 与人交流的不多 酷爱做的事情是画画 国中后迷上音乐 从此不可自拔 周围的人在回忆起《米金玄师》时 大多只记得是个很宅的孩子 但也有人觉得他似乎对音乐充满着执着 在这段时间里 他与人组成乐队 并立志要做专业的音乐人 但是随着演出的不断进行 八爷开始认为 自己不适合待在团队中 原因是 当团队中有人不理解自己的创作意图时 他很容易陷入不安的情绪 因为各种原因 乐队没能走下去 而脱离了乐队的八爷 开始将精力放在了网络上 从最初的自己完全作曲弹唱 到09年 接触到了Vocaloid 不了解八爷的路人很容易认为 威加和八爷的人气飙升关心密切 甚至他就是威加系出生 然后转型为主流歌手 毕竟八爷用画名在恩战发布的威加曲 所有投稿曲再生数都在殿堂以上 其中五首以上的再生数更是达到了300万 而与高质量的音乐并存的 还有八爷独特的PV 之前我们曾经说过 八爷小时候也喜欢画画 靠着这个基础 八爷初期为歌曲完成了动画 自己设计等等工作 虽然现在看 初期的设计无处不透露着粗糙感 但根据之后的资料 这些画作全是八爷自己 用鼠标亲自画的 不禁让我想起了音乐圈那个著名的 曲子都是自己来 没人能赚我一分钱的梗啊 而大概是觉得这样不妥 粗糙的鼠绘持续了不久 八爷就改用了手绘方式 去设计视觉风格 这一时期 他加入了动画制作社团 南方研究所 以此为技术协力 八爷的PV 终于彻底摆脱了 之前的草点满满 自09年创作《维加曲》 开始到11年1月结束 他一共发了15首歌 至此 八爷在依托维加 频繁发曲的时代 某种意义上已经结束了 他在访谈中曾经说 大家都认为 他是靠Vocaloid而获得成功 但实际上 他自己一直有着 不想穿上Vocaloid的伪装的想法 从这里也足以窥欠 八爷要重新出发的坚定决心 就在当年 他加入到音乐公司Brun 正式开始制作自己的歌 这一年是他的沉浸期 从词曲编曲演唱 到演奏 混音 宣传动画和专辑设计 八爷都是亲力亲为 可以说这是完全意义上 私人的 只属于《米精玄师》的专辑 为了严格要求自己 他没有将之前 已经获得人气的 任何一首《维加曲》 放入专辑中 而在埋头苦干了一年多后 他的第一张专辑 Drama终于完成 夜经发布就反响不断 而也正是这次经历 为八爷这个畅天世上的新人 坚定走下去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根据八爷的访谈所讲 这张专辑在发布之前 已经构思了两年多 在描述自己的决心时 八爷说出了 为了能去从未去过的地方 自己必须要告别过去 进行改变 与其死抓的过去 做着不得不做的东西 不如从此让自己暴露出来 而这个暴露出来 在之后 确实一发不可收拾 在完成这张专辑不久 八爷去网环球唱片 成为正式的艺人 在环球期间 他除了忙活着新专辑的事外 还逐渐感受到了个人表达 与普遍性之间的差别 因为个性的关系 早期的八爷 有时候为制作 偏向英语系的东西 但实际上 所有人都有不幸之处 与其一直不断地强调不幸 或许借助音乐的力量 帮助他人振奋人心 会是更好的事情吗 怀着这样的心情 八爷有了 应该以小孩子 都能听懂的旋律 去做取的想法 可能这时起 这位努力的音乐人 其后的大红大紫 就已经注定 怀着这样的心思 他的第二张个人专辑 Yangin在14年发售 二专的八爷 风格更加原熟 更加令人兴起的是 他的乐曲旋律 开始产生了变化 明快易懂 同时带着些 温暖欢快的气氛 此时的他 似乎极力地 在兑换自己的承诺 不出意外的 新专辑再次获得了 极大成功 与之前的音乐不一样 以前的音乐 大多是观众 在听八爷说些什么 但这张专辑中的许多歌 情绪来源 从八爷 转变成了听众自己 就好像是有个人 深知自己 不同类型的遭遇 然后透过歌曲 发出了温暖的安抚 但也正是因为 专辑的成功 让他在某种程度上 有些厌恶自己 他觉得这张专辑 让他一下难以 找到之后的路 抱着复杂的心态 第三张专辑 Burman 在15年问世 和上张专辑一样 他做完之后 又一次陷入了 深深的自我厌恶 Burman这个题目 是个典故 取自格林童话 他讲的主旨便是 一群厌恶现状的动物 逃离当地 前往布莱梅 这个目的地 巴也觉得 这个故事的寓意很好 就是自己 目前正在做的事情 他也不安于现状 奔向自己心中的布莱梅 而此时 对于二专 巴也也有了一些反思 他坦诚 在二专中 自己人就有一半的歌曲 是采用旧的方法 写出来的 使用新方法 撰写的只有一半 这次的三专 他要走得更远 做得更加彻底 这个所谓的旧方法 就是用自己研究出来的 采用的奇怪的 不可思议的 应的作曲方法创作 而这次 他不想这么干了 他直接把这个 用了多年的旧路数 甩在一边 开始全面拥抱 简单明快 易懂 具备普遍性的作曲写作 进一步不能半退半就 得勇敢向前 失去独特性 是否意味着 巴也就不是巴也呢 我想 这张专辑各位听进去了 一定能得到答案 在这张专辑完成后不久 巴也遗迹至索尼音乐 开始探索更多的可能性 在索尼的雄厚资源 他的人气正式开始引爆 以及索尼的首张专辑 Loser No.9 最高时拿下了顺位第二的号成绩 不过这些还远远不够 索尼真正强势的地方在于 他的多媒体联动企划 实在是太多了 这段时间 巴也频繁地为各种电影 动画写歌 在一段时间内 各个片场都能听到他的歌声 同时他还受邀回到维加 为Magical Mirai 2017 撰写了主题曲 以前巴也讲过 感觉自己与在尼扣投稿时的匿名身份 慢慢从两个合而为一了 某次自己写维加剧萌生了 我好像自己也可以唱的感觉 对这种形态的转变 他感到有趣 这次他不仅将自己对维加的感情 灌输到这首歌中 也成为了许多人接触巴也的契机 PV歌词各个方面 都是对日维圈历史 各种明确的暗喻 只是巴也绝没有怀骨 创作这首歌后 他亲自发推的告诉大家 自己虽然怀念过去 但绝对不要陷入怀旧主义 要朝的新的方向向前进发 可以说不仅走心 更鼓舞了人心 这份超越常人的进取心 确实难能可贵 也是在这个时候 文案君才真正认可了 他是个天才 这种看似过头 实则公运的赞美 这个时期的巴也人脉越来越广 业内的朋友也慢慢浮出水面 最为人熟知的便是尖田江辉 因为假面骑士W 冥王逐渐为人熟知的苏达 与巴也关系很要好 除了给苏达帮忙写歌 苏达也常常能说出 不少与巴也有关的趣事 也不知是缘分还是什么 从巴也的朋友圈 或者他做的某件事 都能成为自己入坑的一个入口 无意中 各个不同小圈子的人 就都听过米精玄师的大名了 17年 距离四专发售前没多久 他为深空的焰火 从下面看 还是从侧面看 撰显了那首火遍大江南北的 《大上花火》 并与Daco一起合唱 集合这些成绩 巴也将他移籍索尼以来 所有的产物 汇聚在第四章专辑 Boodlight中 只是 专辑却无法再标定 他此时此刻的状态 因为 他实在是太快了 18年1月 内部中日爆裹的日剧 《非自然死亡》开播 由巴也亲自演唱的Lemo 终于将他人气 推向了顶峰 欧榜流媒体榜 这首歌的下载量 只能用恐怖来形容 毫不夸张地说 这首歌 几乎可以称作巴也 未来的养老保险了 以这样优异的成绩 NHK向他伸出了橄榄枝 18年红麦歌会 巴也受邀参加演唱那首Lemo 当时 他希望将演唱地点 设定在自己家乡 据他所说 这是为了自己的祖父 无论如何 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首秀 至此 他成为了日本流行乐圈 创作型男歌手的顶点 时至今日 巴也依旧展开着 各种形式的个人活动 影视动画等主题曲写 个人歌曲也写 Live活动也在 紧锣密鼓地展开 确实 没有前年那般热闹了 我认为 他在沉寂自己 寻找下一个奋进的目标 正如他一直说的那样 朝着未知的比方进发 希望 我们能见证属于巴也的下一个 下下一个音乐奇迹 直到我们老去 自豪地告诉下一代 这是我当年喜欢听的歌 这位歌手 叫米金玄师 感谢收看本期 ACG文录 我是王奥军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